很多人問我說我怎麼會學音樂 不是我去追求音樂 是音樂跑來找我 我生長在彰化縣秀水鄉鄉下 我同學的姐姐是彰化女中的鼓笛隊 我就聽她吹 覺得這個樂器蠻好聽的 沒想到就這樣喜歡上場 後來就變成了我的事業 我的志業 因為她演奏得非常好 所以幾乎有很多作曲家有名的作品 都是經過她的發表詮釋 我在學笛子的時候 國樂其實算是很弱勢的一個樂種 沒有科班教育 也沒有專業的樂團 你要演什麼曲子 也沒有曲子量 大陸曲子不是很多嗎 為什麼不演呢 因為那時候是動演堪亂時期 你敢演奏中國大陸的曲子 未肥宣傳 結果她就來找我學作曲理論 後來她考進東武音樂系主修作曲 主修老師是馬水龍老師 馬水龍老師就猜猜說 音樂雖然沒有國界 但是還是會有國籍 從小雖然沒有科班環境 但是其實聽了很多別的音樂 她已經流進我的學意裡面了 音樂小小鬼 陳中生老師她寫作非常生活化 非常有趣 然後所謂藝術性她自然坐在其中 她還自己發明樂器 所謂半年底 現在的樂曲瞬息萬變 例如臨時升降記號 或者是調性的轉換 這個半音底就很重要 像蕭的推廣也是 是她先帶動這個 整個我們台灣學習蕭的一個環境 原本只要你能夠會吹 一定算及格 可是現在來說的話 你一定要能夠吹出她的音色 甚至有半音 然後一些齒巴上面的技巧 陳老師都一直在專研 讓樂器越來越好 在幕後都做了非常多 對於蕭這樣樂器的努力和貢獻 我現在在寫教材 可能預計要十年 才有辦法講完我的理念 人家講這個戰士就是要死在戰場 學音樂就是要在音樂中度過餘生 我會繼續下去 好幾次 好幾次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